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侍三千 无碍有三 日 月 与清 日为朝 月为暮 轻为朝 朝暮暮 确实 当男人越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越是会想念他 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能和他在一起 他的喜欢 他的思念 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 有时候他发出的微信就会暴露出他的心思 一般来说 当一个男人在微信上给你发这几句话的时候 就代表他一定实在想你 第一句是 你在干嘛 一书曾说 女人的爱总是小心翼翼 不敢伸张 又怕对方不知道 男人又何尝不是呢 想对你说一句我想你了 怕你说他矫情 想对你说一句我想你了 又害怕 你会烦他 担心你的心里没有他 而当心里的思念抑制不住地溢出胸腔的时候 也只能转化为一句简单的 你在干嘛 所以呢 男人每一句你在干嘛的背后 都藏有一个愁愁许久 忐忑不安的小心思 既是万分想念 又是小心试探 因为想你 所以想知道你此时此刻在干嘛 想知道你的一举一动 想知道你是不是如他一般 在想念对方 因为怕打扰你 所以才小心翼翼地问候你 因为太在乎你 所以才会情不自信关心你 归根到底 因为想念你 所以才控制不住地联系你 要知道 每一个主动联系你的人 都有一颗挂念你的心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地问候 也没有闲来无视地关心 所以你在干嘛 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候 而是绵延的想念 第二句呢 是吃饭了没 男人都是神经比较大条的生物 他们的关心很少 会放到吃饭这种小事上面 当一个男人问你吃饭了没 说明他发自内心深处地在关心你 既挂着你的一日三餐 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因为呢 男人疯狂想念你的时候 他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神经里都是你的身影 他会想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好好吃饭 所以才会焦灼地等到饭点 迫不及待给你发消息 问一句 吃饭了没 吃了什么呀 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跟你打开话匣子的好机会 借着关心和聊天的名义 撒着想念的焦 大多数时候 男人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心思 他们只会用最简单 也最笨拙的方式去表现 如果一个男人在微信上问你吃饭了没 说明他真的想你入骨了 第三句呢 是不用担心 有我在呢 一个男人对你说出不用担心 有我在呢 这句话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爱上你了 这句话潜意识里就是告诉你 即使风雨昼降 我也会为你折风挡雨 荆棘从生 我也陪你共同分担 因为挂念你 所以想要陪你一起 怕你忧愁 担心你无助 才会想要免你忧 免你惊 免你惊 免你苦 免你无知可疑 他已经把你当作那个放在他心交交上的人 想要尽自己的权利 为你撑起一片天 跟你共度美好未来 话虽不华丽 却是难得的真诚 如果一个男人这样对你一片赤虫 请好好珍惜 要知道最朴实无华的语言 往往蕴含深情 让人心生温暖 第四一句呢 是我想见到你 三毛说过一句极美的话 没想你一次 天上飘落一粒沙 从此形成了三毛了 当一个男人说出 我想见到你时 说明他对你的思念已经如潮水般 铺田盖地席卷而来 让他窒息 这个时候呢 男人可能会不停地翻看 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 想象着你的英容相貌 想要马上见到你 而也只有见到你 才能为他思念的海洋找到宣泄的出口 毕竟男人在外表坚强 在想念自己心爱人之时 他们也会无法忍住相思之苦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因为想念你 所以他会穿越人海 不顾一切地想要奔向你 思念是一件极心酸又痛苦的事情 尽管如此 在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人儿那一刻 他也会觉得自己受过的所有的痛苦都值得了 真正爱你的人会想方设法靠近你 让你明白他的心意 让你知道他的思念 让你知道你在他心中极其重要 因为他知道行动远比千万句语言来得重要 定五句 早安 晚安 一句简简单单的早安晚安 表达出的是喜欢 是思念 没有人无缘无故地跟你早安晚安 那是一种坚持 一种情义的沟通 是专属你俩关系不一般的特征 更是属于你俩的小甜蜜 每天早上 睁开眼睛 脑海里想的是你 忍不住地想拿起手机看看 你有没有给他发消息啊 有没有跟他说早安 看不到你的早安 他会失落 看到你的早安 他会欢喜 仿若孩童 患得患失 因你而喜 却也因你而悲 你的一言一行都会牵动他的心 左右着他的情绪 每晚也只有给你发完晚安之后 收到你的晚安 他才能安心入睡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他会希望那晚的梦中有你 极甜 极美 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你表白 害怕被拒绝 害怕失去 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 日日夜夜形成习惯 坚持地释放出他想你的信号 慢慢渗透到你的生活里去 每天坚持跟你说 早晚安的人往往最深情 也对你最依赖 所以 这日复一日的早晚安里 藏着他对你的爱 也藏着他对你的想念 Norita里有一句话 世上有三样东西是藏不住的 琴球 咳嗽和爱 你越想隐藏 越是越盖密装 沉以为然 当一个男人想你的时候 会给你发一些暗藏的信号的微信 即使呢 她再含蓄委婉 你也应该感知得出来 而这也正是爱情的美妙之处 模模糊糊又朦朦胧胧 所以说 女人们要懂得 男人给你发的这些消息 别再让属于你的缘分 偷偷溜走了 余生 愿你遇到对的他 一屋 两人 三餐 四季 四海 三山 二星 一生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善然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欢迎在右下方点一个在看 或者是分享到朋友圈里 祝您有一个好梦 我们明天见 好 第一个好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